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由北而南 明天温度都要明显下滑 而且会越晚越冷哦 到底多冷 透过地面天气图 卫星云图一块来了解 云图上可以看到呢 今天台湾上空其实水气不是很多 所以除了基隆 宜兰有些降雨之外 其他各地的天气都还不错 但提醒您 今天入夜之后到明天 华南水气开始移过来了 所以今天入夜之后呢 到明天 整个受到华南水气的影响 除了北部 东半部会有一些短暂雨之外 中部地区云量增加 也可能会有一些局部飘雨哦 还好南部影响不大 南部明天主要还是多云道晴 还好这波华南水气影响的时间不是很长 等到明天的晚上之后 水气开始减少了 所以明天晚上啊 这种降雨范围 就会缩小到东半部为主 西半部的雨不下了 如果呢 水气搭配得宜 加上温度也够低 明天晚上在宜兰太平山 是不排除有飘雪的可能性哦 但等到礼拜三的时候呢 这种飘雪的激励就降低了 为什么呢 因为水气开始变少了 所以礼拜三之后 目前看 一直到礼拜五 甚至到礼拜六 台湾附近水气偏少 只有在银峰面东半部 有些局部降雨 西半部来看 主要都是多云道晴 只有北部呢 有时候云量比较偏多 只是呢 这段时间因为东北季风比较强 所以呢 明年开始 在台南以北 东半部恒春半岛 提防九到十级的强阵风 海面风浪也会来得比较大 温度部分 透过地面天气涂摇来看到 接着高压移出来 东北季风减弱了 但后头很快的 另外的大陆高压又要移出来 带来一波比较强的冷空气 所以我们提到呢 明天 全台各地 由北而南 温度都要明显下滑 而且会越晚越冷 以北台湾来说 明天清晨 大约14度左右 就是整天最高温 接着一路的温度往下掉 晚间温度降到11度上下楼 整天都是冷的 中部地区明天高温也降到18度 接着往下滑 晚上低温11度 同样也有明显的改变 南部明天高温略降到22度 接着到明天晚间降到14度上下 东半部呢 在明天白天高温19度 接着呢 晚间降到15度左右 接着最冷的时间点 就是出现在明天的晚上 一直到礼拜三的清晨 会出现这一波的最低温 到底多低呢 在整个台南一北到东北部 目前看局部低温 可能只有在10到11度左右 礼拜三的白天开始 因为天气转为干冷 所以呢 白天温度稍微回升 有阳光不是那么寒冷 但早晚温度还是会相当低的 要等到礼拜六 温度才会比较明显回暖 所以最后一张图卡 我们来告诉大家 明天跟今天相比 这种高温到底差异多大呢 北台湾高温降5度哦 整天14度高温在清晨出现 中部高温降到18度 南部22度 东北部15度 花东高温也降到19度上下 所以提醒您 明天全台各地注意保暖 明天天气透过图卡一块来关心 明天我们提到呢 北部地区呢 温度会一路的下降 越晚越冷 加上黄南水气影响也会有降雨出现 基隆12到15度 台北12到15度 新北13到15度 这种15度的高温是在明天 清晨早上出现的哦 台湾12到14度 新竹13到15度 而到了中部地区 明天呢 云量偏多 也不排除偶尔会有一些局部零星飘雨机会 温度同样也要明显下滑 越晚越冷的 台中15到17度 彰化14到17度 南投15到18度 云林14到18度 嘉义15到19度 而在南部地区呢 明天白天温度也会略微下降转凉 明天晚上同样也要注意保暖 多人到晴 台南17到19度 高雄18到22度 屏东17到25度 而在东半部地区来看 明天同样也会降雨增加 温度下滑 宜兰越晚越很冷 13到15度 花蓮16到18度 台中18到22度 而在外岛地区来看的话呢 在明天同样原量偏多的 在金门17度 澎湖高温18度 未来天气透过图卡告诉大家 明天呢 在北部东半部会有降雨之外 游北而南温度明显的下降 礼拜三之后呢 这个降雨缓和了 但是天气转为干冷 早晚温度同样还是会很低 锁定台式气象 均开每天跟您聊天起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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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啊